8月下旬 一男子带着份吃过的凉皮 向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个派出所投诉 怀疑店家在食物里添加了阴素壳 经检测发现 店家在辣椒油里面添加了阴素壳 在中国 餐饮店老板为了吸引顾客而使用阴素壳 已有20来年的历史了 且屡禁不止 据负责此案的警察说 涉案人李某称因生意受疫情冲击 难以维持 就像调料商购买了含阴素成分的调料 通过熬制含阴素的辣椒油 李某的生意快速好转 每日的盈利比之前多了三分之一 而阴素是自取毒品鸦片 俗称大烟的主要原料 阴素壳虽然毒性较小 将其添加到食品里 如火锅和其他调料 可产生独特的香味 但常时会让人上瘾 甚至产生其他毒副作用 早在2008年 中共就在其相关的食品法中 将因素列为非法的非食用物质 2017年 中共国务院发布的 《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中 又把在食品制作过程中 添加因素壳定为要严厉处罚的行为 尽管中共推出了多个相关法规 但却履禁不止 今年5月 有多个中药采集善地的 因素壳地下交易被曝光 有实体公司的中药采商梁山称 每月会被做卤味熟食的摊贩 以及某知名餐饮品牌供货 光手中的因素壳存货 就有300公斤 多个腰材商称 因素壳每公斤的售价是 1000至1400元 约合150至210美元不等 为逃避被查 因素壳在地下交易中被称为米壳 并不单独发货 购买者都是餐饮业的 有饭店、火锅店老板 也有卖熟食、卤卤肉、卤菜和烧烤的商贩 通常购买者需要同时买八角、桂皮、香果等香料 销售者会把因素壳和他们一起磨成粉来发货 严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9月12日对大纪元说 餐饮业用因素壳已有20多年了 商家不是不知道有害 是道德败坏之后 人们为了追逐利益无恶不作 什么手段都用 以前用硫磺熏馒头 把馒头变摆 卖荔枝时喷低度硫酸 让荔枝看起来很新鲜 李元华指出 以前的人相信善恶有报 道德占约束人 是能讲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现在人什么都敢做 是因为中共破坏传统文化之后 人们相信的是无神论 把因果报应抛脑后 或根本就不相信了 娱乐界很多人都吸毒 毒从哪来的 云南和新疆这么多年都种植者毒品 中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中共在抗日的时候 三五九旅就种植鸦片 中共的发家 其实就是这样 只要有利可图 中共就干 李元华表示 中共就是个毒 所以放大了看 中国整个社会都在毒里面